今年的9-10 近期希西如虹的太陽飛馬 在上星期的銀牌第一圈 就以四比一大勝橫斌FC香港之後 今個星期就會進行聯賽第5週的寶賽 對手就是神希 目前兩隊在聯賽榜位置是有一段距離 太陽飛馬目前排在第3 而神禧排第11位 只要太陽飛馬今場能夠傳取3分 就可以反壓結智升上榜首 不過今場離開了全勝的旺角場 去到青衣運動場作客 或者會對球隊造成一些隱憂 作客在這個球場 我相信一定的尺寸都會小些 草地質素大家都不肯定 其實球隊都要在這方面應付作客的情況 其實這個星期大家都會在作客的情況 去有一些改變 即在打法上我們要怎樣應付 我們都會在這裏 大家會再做多些事 就是在準備功夫在作客的細的情況 對手守在後面的情況 其實由於上一場作客標準流浪 是球隊間歇期透了幾個星期 可能球員的狀態比之前幾個星期差了少少 可能對表現有影響 但今次作客神禧 由於沒有間歇期 所以我覺得都不太擔心我們球隊的狀態 早前因傷缺陣的鄧景王已經以商譽復出 商場對著橫斌FC香港也都交出了一個助攻 信心當然會得到提升 雖然神禧位處於榜下游的位置 但原來他們射門的命中率 是在港甲12支的球隊之中 跟潔智一樣排第二位達到41% 僅次於太陽飛馬的六成 近兩場四入十球 無論拉斯石還是墨基都已經著火 那Carl Sir仍然希望能夠提高進攻的效率 當每一次拿到球去進攻的時候 怎樣加快 怎樣可以再加快的時間去製造一個攻門 我想這個是球隊暫時還可以在這方面再提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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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